新华文教公益基金会为了推广家庭的幸福概念 在妇幼节前夕特别受到建商公司的邀请 举办了画家常的活动 在美轮美奂的样品屋当中 让孩子可以涂鸦画画 大人则是品尝着金牌咖啡 充分营造了幸福家庭的氛围 新华文教公益基金会董事长林景川推广咖啡多年 他认为喝咖啡、煮咖啡、分享咖啡 是营造幸福家庭的方式之一 因此这次获得企业邀请 在妇幼节前夕举办画家常活动 透过涂鸦、喝咖啡体验家的幸福感 而邀请基金会举办这场活动的建设公司代表也强调 企业经商的同时 更希望可以带给社会幸福的正能量 我们在山上玉井就是有一个生活的品味 然后再加上带上我们的一些品咖啡的一个活动 对,然后来增加整个住户的一个品质跟品味 这样子 然后我们的企业的精神就是说 我们把这些东西回馈给我们的民众跟消费者 然后可以拿他们一同来品尝 我们主题就叫化家常 就是说其实在这个咖啡 由我们的咖啡大师、冠军的咖啡大师 他来手冲咖啡来给我们这些花莲在地的这些民众 他能享受到我们花莲在地他种的咖啡的一个品质 然后画画的部分是因为 培养小朋友他可以就是有一个画画的天才 画出他想要自己心目中想要的家 小小孩在旁边画画涂鸦 大人们则是品尝着咖啡大师亲自煮的金牌咖啡 搭配现场最新建筑房屋模式布置 让参与的民众非常有家的感觉 也希望每一个家庭都可以充满孩童欢笑声 还有飘散着咖啡香气 营造一个又一个的幸福家园 戒旅会幻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炼